第一课,妇人不为钱工作 那年是1956年,我九岁 由于命运的安排,我选了一间公乐博校 很多妇人都将她们的孩子送入那个学校 我们的镇基本上是一个糖尿的种植场 种植场的经理和其他富裕的人 比如是医生、商人、银行家等等 都将小朋友送入这个学校 我问我爸爸,怎样才能够变得更富裕啊? 他答我,如果你想变得更富裕,你就要学会赚钱 那我就问了,怎样才能够赚钱呢? 用你的脑袋吧 在第二天一组,我就将我爸爸的说话 说了给我最好的朋友,默克之道 默克和我可以说是这家学校里面 仅有的两个穷的小朋友 我们的家里不是真的穷的 但是我们感觉我们很穷 因为其他的男孩都有新的棒球手套 新的单车 他们所有东西都是新的 而我们的爸爸妈妈 只是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生活品 好像吃的、穿的全部都不缺 但是就是这样而已 我爸爸经常说,你想要什么,你要自己赚钱买 我们是9岁小朋友,怎样赚钱呢? 所以有一天我就问默克 你想不想做个合伙人呢? 于是,在那个星期六的早上,他就成为了我们第一个业务拍档 我们想了一整个上午去想运签的方法 结果我们想到,我们去问我们鄰居 他们愿不愿意把用剩的牙膏皮给我们 大人他们不知道我们想做什么 但是都答应了 过了几个星期 我们终于开始组装生产线 然后我们合力在公路旁边做了一条生产线出来 我们尝试用这个生产线去制造一些铜币 或者是圆币才对 在当时製作的时候 让我爸爸看到 我爸爸就跟我的朋友说 他说这件事是非法的 但是,刚刚我们表现出来具体的创造性 和独立思考精神,他觉得很骄傲 默克和我很沮丧 我们在沉默之中坐了20分钟去收拾残局 我们的生意开始第一天,就已经注定失败了 爸爸在正要离开的时候跟我们说 如果你们放弃了,你们才是真正的穷人 一件事的成败不重要的 重要是你们曾经尝试过 要知道大部分人都只是说梦想和发财 但你们已经行动了 再说多次,我为你们好骄傲,千万不要放弃 如果你们真是希望了解怎样自负 不应该来问我的 应该去和你的爸爸谈谈,默克 默克很惊讶 我爸爸继续说 你爸爸和我都认识一个人行经理 他对你爸爸很崇拜 又很多次都跟我说 你爸爸在赚钱方面是个天才 默克觉得很难以自信 他说 但我家里没有好的车或者好的屋 不像学校那些有钱的小朋友一样 我爸爸就说 高级的车和高级的屋 并不代表你一定是很富有的 默克你的爸爸不同 他在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帝国 我相信几年之内 他会成为一个非常富有的人 听到这些话 我和默克都非常兴奋 我们带着新的希望 去约默克的爸爸 去教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成为一个妇人 终于 我们在一天的八点钟 约了去见默克的爸爸 当时他已经开始工作了 一个小时有多了 他和我们说 好 如果你们两个小朋友想赚钱的话 由我来教你们赚钱 但是 我不会好像在教室里教学生那样的 你们要为我工作 如果不是我就不教你 通过工作 我就可以更加快地教你们 如果你们只是想坐在这里听 就好像学校一样 那就是在浪费我的时间了 你们可以接受或者拒绝我建议 我有太多事情要做 我不可以浪费时间 如果你不能够落定决心 就永远都学不懂怎么赚钱 你要知道 机会是转讯即逝的 要成功就一定要迅速地做决定 你看一下 现在你有一个你想要的机会 但是这个赚钱学校 可以在十秒里面开门或者闪门 你们怎么选择 我和麦克都选择了接受 在有一个美好的星期六早上九点 麦克和我就开始工作了 我们在麦克爸爸的一个类似七十一 一个小型超市里面 这里除了小型超市以外 附近几乎没有地方可以买到牛奶 面包、香烟等等的集货店 所以它生意还不错 我们就是负责将一些罐装食品 在架上拿下来 用羽毛去挥走上面的罐头灰尘 然后再将它们放好 这个工作真的很满 在每一早早 我们会工作三个小时 然后会得到三十美分的酬劳 中午之前我们工作就结束了 其实在这个时候 对于一个九岁的小朋友 三十美分都不是很令人激动的钱 因为如果要买一本小小的漫画书 我其实要给十美分的 到了第四个星期的星期三 我决定退出了 我答应了工作的原因 是因为我想在麦克爸爸那里 学会怎么赚钱 但现在我就变成了 每一个小时 只有十分酬劳的奴隶 更加差的是 自从第一个星期六之后 我们一直都没有见过 我们赚钱老师 麦克的爸爸 当我说要退出的时候 麦克就说 我爸爸一早就预计了你这个情况了 所以在接下来的星期六 我去了见麦克的爸爸 我等了很久 四十五分钟 十五分钟 才终于等到他可以跟我谈 我就跟麦克爸爸说 我要求加薪 如果不是我就不做了 你不说信用 你说过如果我为你工作 你会教我的 我现在帮你工作 我这么努力 甚至放弃了棒球比赛 来为你工作 但是你说话不算数 你什么都没有教过我 就好像镇上所有人一样 你言而无信 还很贪心 你只想要钱 一点都不关心你的员工 你一点都不尊重我 等我等了这么久 傅爸爸在他摇椅里面 往后一扣 手摸着下巴看着我 好像在研究我一样 他说 嗯 没错 不够一个月 你已经有点像我其他的僱员了 我听不明白他说什么 傅爸爸继续说 我在这里教你 麦克扁住嘴地说 你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话 我和你做了三个星期的事 你什么都没有教给我 傅爸爸就这样说了 你教东西一定要用说的吗 这个是你学校教你的方法 但生活不是这样的 生活才是最好的老师 大部分的时候 生活不会跟你说任何东西 他只会推着你转 每一个推他都会说 喂 你醒醒了 有些东西我要你学了 傅爸爸再说 如果你学会了生活这门课 做任何东西 你都会由人有缘 相反 你只会埋怨生活的不公平 去讨厌你的老板 讨厌你的工作 讨厌你的家人 因为你不知道 生活其实给了机会你 生活推着我们所有的人 有些人放弃了 有些人在抗争 学习了这门课的人 少数的人 他们会进步 他们欢迎 生活积极地推动他们 对他们来说 意味着学一些新东西 然后再进步 如果你学会了这个 你就会成为了一个有智慧 快乐 和富有的人 如果你是那种 没有毅力的人 你将会放弃生活 对你每一次的推动 这样你人生 只能过得 稳稳荡荡 你社会希望自己生活稳定 不敢承担任何风险 你始终不可能赢的 因为你选了稳定 我问富爸爸 你是不是一直都想推动我 富爸爸说 你们两个是第一个 请教我 怎样赚钱的人 我有150个僱员 没有一个请教过我这个问题 他们只是要求工作 并且得到回报 他们将一世里面最好的年华 用你为钱做事 但就不愿意去搞明白 究竟工作是怎样的一回事 当你和墨烤告诉我 你们想赚钱的时候 我就决定了要设计一个 接近真实生活的课程 虽然我可以不停地说 但你们会左而入右而出 所以我决定给生活 来给你示范一下 这样你就会听明白我想说的 这个也是为什么 我每一个钟 只给你十分报酬的美意 我就指责父爸爸 实分工作有什么得着 是不是说工人很便宜 可以剥削他们 富爸爸很开心地说 你最好改变一下你的观点 跟指责备案 因为问题是在你那里 你要去学习 然后改变自己 让自己变得更加聪明 大部分人世界上 除了自己之外 觉得其他人应该改变 但我告诉你 改变自己 比改变其他人来得更加容易 大部分人都会希望 他们辞职 再去找另一份工作 期望能够得到更加好的机会 更加多的报酬 觉得新的工作 或者更加高的报酬 可以解决问题 但大部分情况里 这个不可能的 我问父爸爸 那我怎么才能够去解决问题呢 父爸爸就说 你要自己好好地想一想 直到那一刻 父爸爸才显示了 他区别于他的职员 和我穷爸爸的关系 这一点令到他成为 最终夏威夷最富有的人之一 我受过良好教育的爸爸 一世都会在财务问题抗争 但是父爸爸独特的理念 令到他一生与众不同 这个就是我觉得是第一门课的内容 穷人和中产阶级为钱而工作 富人等钱为他们工作 在这个星期六的上午 我接受了一种 和穷爸爸教我的方式 完全不同的学术方式 就是在这一刻 我意识到两个爸爸希望我去学术 鼓励我去研究的 那个内容是多么不同 我那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爸爸 希望我按照他的模式去做 努力学习 得到好成绩 在大公司里面 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而且是收入不菲 但是富爸爸 就希望我去研究 钱的运动规律 让钱为我所用 在他的指导下 我在生活里面 而不是在教室里面 去学这些货 富爸爸说 人大多都很怕没了工作 他们怕给不起账单 怕遭遇火灾 怕没足够的钱 怕捱我 大部分人都希望 得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为了稳定 他们去学某种专业 去做生意 庆明地为了钱工作 最后成为了钱的奴隶 然后把怒气对着他们的老板 但是我们要学习 把钱为我所用 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课程 我已经走了诺言 我带你去看到你的未来 九岁的时候 你已经有了为钱工作的体验 你将这个月的事情 重复五十年 你就知道大部分的人 是如何度过一生 你见到我的时候的感觉是怎样 第一次被请 第二次要求加人工 是不是两次都很可怕呢 大部分人 雇员拿到他们工资的时候 就是这个感觉 还要扣除税 和一些项目 富爸爸说 你现在每个周六 同样做三个钟 这一次开始 不会有每个钟 十个美分的工钱 你不是为了想学 不是为钱而工作吗 那我什么都不给你了 富爸爸说 如果你现在不学 你将来长大了 就会好像帮我工作 那两个女人 和老头那样 为了钱工作 希望我不要炒他们 或者好像你爸爸那样 赚很多钱 但是就债台高足 希望靠着更多钱解决问题 你好好想一想 你会感谢我给你一个机会 让你成为有钱人 我没有跟我爸爸说 我现在是没有工钱的 他也不会理解 但是在每一个周六 我依然是同默克 去做三个钟 直到有一个周六 父爸爸来了 他跟我们说 你学到什么 你们正在学人生 最重要的一课 就是要学会思考 如果你学会了 你就会一世都享有自由和安明 如果你没有学会 就会好像 马丁太太 或者是其他 帮我工作的僱员一样 就这样了事一生 他们为了少少钱 就会勤奋工作 而且有一种 有工作的虚幻安全感 期待着一年三个星期的假期 和工作45年之后的少少养老金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可以将你们的工资提升到 每个小时 25分美金 怎么样? 25分不够 我每个钟给你1元? 好了 1元不够 我现在每小时 给你们2个美分 我作为小朋友 我好心动啊 每小时2个美元 可以足够让我成为 世界上最有钱的小朋友 我可以买到 新的自行车 我可以买到 新的棒球手套 我可以用这些钱 让我同学露出很羡慕的表情 但是 在内心深处 我虽然很想很想要 但是我知道 傅爸爸在考验我们 他也知道 我们很想接受这一笔交易 他知道每个人 都有被击中的弱点 也知道每个人 有一种强大 坚定 无法用金钱去收买的精神 问题就在于 哪一个部分 是更加强大些 傅爸爸说 大部分人都希望 有一份工作收入 因为他们有恐惧 和贪婪之心 先讲恐惧 没有钱的恐惧 会刺激我们 努力工作 在得到报酬的时候 贪婪或者欲望 又开始让我们 去想所有的钱 能够买到的东西 于是就形成了一个模式 你起床 上班 给账单 再起床 再上班 再给账单 他们的生活 在这种无控尽里面 为这两种感觉去奔波 分别就是恐惧 和贪恋 你给更加多钱他们 他们就会用更加高的开支 重复这种循环 这个就是我想说 老鼠菜刨 我们希望 你在工作 和同学学习的过程中 找到解决的方法 你们要好好地观察 你的感情 不要急于行动 大多数人都不知道 是他们的感情 代替了他们的思想 你们要学会去独立思考 譬如说 如果人很怕没有钱用 就会马上去找工作 然后找到钱 令恐惧感消除 那似乎是对的 但一旦有了这个了解 他们就不会思考一个问题 究竟一份工作 可否长期地解决你的经济问题呢 依我看 答案是不能够的 我想教你们去学会支配钱 而不是害怕它 这个学校里面是学不到的 如果你不学 你只会变成金钱的奴隶 要记住 造成贫困和财务问题的主要原因 是恐惧和无知 而不是经济环境 政府或者富人 自身的恐惧和无知 令人难以置物 所以你们应该去学 你们应该去上学 而且接受大学教育 但同一时间 我会教你们 如何不要落入一些陷阱 对你们来说 重要的是 要运用一些感情 独立思考 为你们长期的利益去牟尼 不要让你们的感情控制了思想 大部分人 让他们恐惧和贪婪 切配自己 这个就是无知的开始 他们因为害怕或者贪婪 大部分人生活在 赚钱 加工 务动保护等等 但是你要想一想 一幅图画就好像一些女孩在拉车 而车夫在他们的鼻前面 放了个红萝卜 你要知道 车夫是要知道 要把车洗去哪里 但是女孩 正在追逐一个幻角 因为到了第二天 女孩仍然在拉车 因为又有个红萝卜 放在她的面前 富爸爸说 这个就是将来我要教你们的 三思而后行 而不是条件式反射的行动 你要记住 工作只是面对长期问题 的一个暂时性解决方法 很多人心里面每个问题 觉得下个月又要付账单 觉得很恐惧 这样钱就控制了他们的生活 一定要记住 夫人从来都在做钱 她们不是为钱在工作 傅爸爸继续解释 夫人知道钱是虚幻的东西 好像女孩前面的红萝卜 那样 由于恐惧和贪立 令到很多人觉得 这些幻觉是真实的 傅爸爸说 我会教你 看到一个机会 你就会学会 并且在一生里面 不断地看到机会 当你找到机会的时候 我就会教你其他的东西 学会这些 你就可以避开生活里面 最大的陷阱 就不会觉得恐惧 在两个星期之后的星期六 我发现了一件事 就是在我做事的地方 马丁太太 她会将一些漫画书 封面撕做两半 将封面的上半部分留下 剩下的书 就会等进去中式的书柜 我问她 这个是为什么 她说 她要将这些没有被买到的书去处理 那当书商来送新书的时候 她就会将封面的上半部分 交给她 作为没有买的证明 于是 我们就尝试和书商 达成一个协议 他们同意了 因为我们在帮这间店做事的 也都保证不会将那些书卖了 她愿意将这些 快被丢的漫画送给我们 我们利用了 马克的妈妈在地下室 有一间空的房 我们将她清出来 然后就将一些漫画书放进去 做了一间阅读室 我们请了马克的妹妹 来做图书管理员 她向每一个来看书的小朋友 收十分美金 阅读室 由下午的两点半开到四点半 放学每一天都开的 顾客呢 就会是我们的小朋友 可以在两个钟里面 淫体 顾客走的时候 马克妹妹要检查 确保不要把书带出去 她要保管书 记录每日有多少个人 她们的名字等等 马克和我 在三个月里面 平均每周 可以得到 9.5美金的报酬 我们仍然礼拜六去小店做事 由各个店去收集 不要的漫画书 我们也遵守了承诺 不会去买一本的漫画书 当书太旧的时候 我们就会消掉它 我们尝试去开一间分公司 但我们找不到好像 麦克妹妹 那么可以信任的管理员 我们这么小的年纪 就已经发现 好的员工 就是非常难找的 后来在三个月头某些原因 我们要去停了这个生意 但是 傅伯家很兴奋 她很开心 因为我们第一堂课 学得这么好 我们已经在学习 如何等钱为我所用 由于没有在她的店铺里面 得到报酬 我们就要发挥我们的想像力 去寻找赴钱的机会 由一开始 我们的漫画月读室开始 我们就开始了自己赚钱 甚至乎不是依赖雇主 尤其是我们的生意 帮我们带来出钱 甚至乎在我们不在的时候 他都在生产着 我们的钱为我们工作着 虽然傅爸爸没有给我们工资 但是他给我们是更加多的东西